麻煩進入我們的健康動力動 謝謝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談到膝蓋的保養呢 要好好的保護它 滋養它 那怎麼樣保護呢 要把肌力強化 骨四頭肌 腰方肌 腰大肌 要練強 另外關節的靈活度也要好 如果不靈活也容易痠痛 所以設計的四個動作很好記 雙臀左右搬夾 各位跟著一起來做 兩個屁股呢 左 右 搬夾 這個動作呢就是強化你骨四頭肌 大腿 你不用真的站起來 你就再這樣微微的左右搬夾 你知道是膝蓋要合併嗎 合併會比較好一點 合併的話因為你這樣站起來大腿會用力 所以各位可以做 合併比較用力 雙臀左右搬夾 好 搖來搖去 當然你如果位子大一點 可以搖得更大 好 老師我坐在搖滾區 看你搖屁股 另外一個呢是雙膝要高低跑趴 做好以後高低跑趴 拼命跑 拼命跑 但是練習呢 練習五四頭肌 跟腰方肌 腰大肌 這樣的話髖關節的肌力會加強 是嗎 你可以慢慢跑 也可以快快跑 個人健康狀況 請問要跑多久 浩哥你腿會痠 痠了痠了 好 慢慢緩和運動回來 好 慢慢緩和運動 好 第三個呢是雙手上下摩擦 這個就是我們膝蓋有時候痠痛 要做按摩運動 對 這就是很好的很簡單的按摩運動 開會啊 輕輕的上下 我最喜歡這個運動 要直的推廣 好 痠痛我們就這樣子 上下 上下摩擦 摩擦 生熱 還蠻舒服的 防折一下也蠻好的 真的啊 對 這個是要按摩 很安全 這個為了肚子的人 是稍微辛苦了一點 你第一行 卡住 好 最後呢 我們也要做做臨環 我們膝蓋除了伸直彎起來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偷訓 有一點旋轉 旋轉 所以我們這個腳稍微打開 做叫做雙腳內巴 內巴 外巴 內巴 外巴 內巴 這個也是一個膝蓋 微微的旋轉 還有呢 腳踝的運動 這個對膝蓋來講 是溫和的運動 溫和 可是也是會累耶 對 而且這樣 噼哩啪啦 噼哩啪啦 內巴 外巴 腳開花 內巴 腳開花 內巴 外巴 腳開花 內巴 外巴 腳開花 對 這樣的話 這四個動作 都是針對膝蓋 關節靈活一點 好 肌肉有力一點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只要把這個四個步驟的一天 大概分個兩三次 做一做 讓自己舒緩一下 膝蓋就表現得非常非常好了